台北市里美术馆举办小中县大萧丽红的台湾当代艺术收藏 缅怀卒为工作室创办人近40年来支持台湾当代艺术的发展历程和前瞻艺术观点的具体呈现 大家以前都戏称萧老师是用他买菜的钱去买这些艺术品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品它的一个特质 第一个它的尺寸都不是非常的大 还有它有可能是从本来一个组件里面特别挑选出来的其中的某一个部分 所以当我们有一个好的机会从萧老师的手上移转这一批捐赠品的时候 我们当然就在思考这批作品它的意义跟我们一般的当代艺术的作品 或者是一般的收藏家他们手上的这些作品的意义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他认为说艺术收藏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从他1976年到台湾定居之后呢 一个很重要对于整个台湾文化的理解 然后整个台湾艺术圈这样子一个给他非常非常多养分 然后自我认同这样子的一个背景 那他也后来也不遗余力的 然后在尤其是陈先生的支持下 那我们就不管是工作室的经营 或者是说他后来就是对于很多文化政策 然后甚至一个市政发展的政策上面 他所做出的一个投入跟贡献 那这个部分我想大家都知道说 萧老师在这个环境里面的一个成就 那回过头来他会很珍惜就是当初就是他透过收藏 开始跟这个世界跟这个台湾的艺术世界 台湾的艺术文化环境有一个接壤的开始 那这个部分我想每一件作品他都说是一个很值得的投资 香港来台湾的一个一位女士 其实她的其实她应该也算是贵妇嘛 就不需要那个 她这么努力的参与就不管是艺术圈 或者她参与在台湾的这个艺术政策里面 她也很努力的就是跟人家合作去跟文化部 就是监督这个台湾的文化政策 不宜离地非常的积极 那这是我非常感动的地方 其实在台湾 就艺术来说还是一变荒土的时候 其实萧老师从他自己对于艺术的喜爱 那他认识他了解 也在推动这个所谓的这个艺术的能量的时候 其实他的收藏就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看到的这个展览其实不太是一个收藏的展览 而是其实是更感念一个台湾当代艺术的孵化器 目的中间 这边的这边的想法 咨识都不太容易 好好地阻振 你是不是 并不太开 咯 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